陆氏名 刘雨昕 陶花园记 陶渊明 晋太园中 武陵人捕鱼为业 园西行 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家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鱼人甚一枝 附前行 欲穷麒麟 临近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 从口入 出吉辖 才通人 附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平矿 乌涉俨然 有良田美池丧竹之暑 千莫交通 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座 男女衣着 稀如外人 黄发垂条 并宜然自乐 见于人 乃大惊 问所从来 据答之 便要还家 涉酒杀鸡坐食 村中闻有此人 闲来问讯 自云先是必秦时乱 律妻子一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焉 遂与外人间隔 问今是何事 乃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 此人一一未据言所闻 皆探晚 与人各复言至其家 皆出九十 停述日 此去 此中人与云 不足为外人道也 寄出 得骑船 便扶向路 处处置之 吉郡下 义太守 说如此 太守及遣人随其往 寻相所致 碎迷 不复的路 南阳刘子记 高尚是也 闻之 欣然归往 魏果 寻并中 后岁无问金者 爱莲说 周敦仪 水路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翻 尽桃渊明读爱菊 自礼唐来 世人圣爱牡丹 与独爱莲之出于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妖 中通外之 不漫不知 相远亦清 亭亭静止 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 与未菊 花之隐异者也 牡丹 花之富贵者也 莲 花之君子者也 一 菊之爱 桃后先有闻 莲之爱 同于者何人 牡丹之爱 一呼众矣 醉翁亭记 欧阳修 环除阶山也 其西南诸风 林鹤有美 望之未然而深锈者 琅雅也 山行六七里 见闻水生缠缠而泄出于两风之间者 酿泉也 峰回路转 有亭亦然临于全上者 醉翁亭也 坐亭者谁 山之僧至仙也 明知者谁 太守自卫也 太守与客来隐于此 饮少折罪 而年幼最高 故自号约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再久 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 得之心而欲之久也 若福日出而临飞开 云归而言学明 惠明变化者 山间之昭目也 野方发而幽香 家木秀而繁音 风霜高节 水落而时出者 山间之四时也 朝而往 木而归 四时之景不同 而乐意无穷也 至于父者歌于图 行者修于术 前者呼 后者应 雨楼提携 往来而不觉者 除人有也 临溪而愚 犀身而愚肥 酿泉为酒 泉香而酒裂 山摇野素 杂然而前尘者 太守燕也 燕憨之乐 非思非竹 舍者忠 义者胜 功愁交错 起坐而喧哗者 众宾欢也 苍颜白发 颓然呼其间者 太守罪也 以而夕阳在山 人影散乱 太守归而宾客从也 树林阴意 名声上下 由人去而勤鸟乐也 然而勤鸟知山林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人之从太守游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罪能同其乐 行能数以闻者 太守也 太守为谁 庐陵欧阳修也 向己宣至 归有光 于既为此至 后五年 无期来归 时至宣中 从于问古事 或评己学书 无期归宁 述诸小妹与曰 文子家有格子 且何谓格子也 其后六年 无期死 事坏不休 其后二年 于久卧病无聊 乃使人负弃难格子 其至稍易于钱 然自后于多在外 不常居 亭有琵琶树 无期死之年所守之也 今已亭亭如盖矣 兰亭集续 王熙之 永和九年 岁在鬼丑 牧春之初 会于会积山音之兰亭 修戏事也 群贤必至 少掌贤疾 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 又有青流鸡团 应代左右 隐以为流伤取水 列作其次 虽无私主管弦之盛 亦伤亦勇 亦足以畅序忧情 世日也 天朗气轻 会风合唱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所以游牧逞怀 足以及视听之余 幸可乐也 夫人之相宇 抚养仪式 获取诸怀抱 物言仪式之内 或因济所托 放浪行骸之外 虽去舍万书 净造不同 当其心于所欲 赞得于己 快然自足 曾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知济卷 情随事迁 感慨戏之矣 向之所心 抚养之间 以为臣济 由不能不矣之心怀 旷修短随化 终期于尽 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梅懒惜人心感之由 若何依气 未尝不灵闻皆道 不能欲之于怀 故知亦死生为虚淡 其蓬伤为妄作 后知是今 亦由今知是息 悲夫 故列续识人 录其所述 虽是书是义 所以心怀 其至亦也 后知懒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 归去来西辞 陶渊明 归去来西 田园江吾湖不归 记字以心为行义 稀愁畅而独悲 勿以往之不见 知来者之可追 时迷途其未远 绝今视而左飞 周遥遥以青阳 风飘飘而吹依 问征夫以前路 恨陈光之稀微 乃瞻横雨 载心载奔 壮仆欢迎 至子后门 三境旧荒 松局尤存 邪幼入室 有酒盈尊 尹湖商以自拙 免停科以遗言 以南窗以稷傲 沈荣熙之一安 元日舍以城去 门虽舍而常观 策伏老以流气 石脚手而辖观 云无心以出秀 鸟眷飞而之还 景亦亦已将入 府顾松而盘缓 归去来西 请西交以绝有 誓与我而相违 附驾严兮烟囚 月亲启之情话 乐秦书已消忧 农人告鱼以春集 将有事于西仇 或命金车 或照孤舟 既窈窍以寻贺 亦崎岖而荆秋 木欣欣以向荣 全涓涓而始留 上万物之得时 敢无生之行修 以以乎 欲行与内复己时 何不为心任去留 胡未乎黄黄欲何之 富贵妃无怨 地乡不可期 怀良辰已孤王 获执杖而云子 登东高以书孝 林卿留而复诗 辽成话已归尽 乐夫天命复兮仪 藤王阁旭 王伯 豫章顾骏 宏都心服 兴分一枕 的街横炉 金三江而带五湖 控满京而隐欧月 雾华天宝 龙光射牛斗之须 人节地灵 徐如下陈帆之踏 雄州雾烈 骏彩星池 台黄枕一下之交 宾主进东南之美 都督言公之雅望 其己摇邻 宇闻新州之义范 单为赞助 时寻休假 盛有如云 千里逢迎 高鹏满座 藤娇启凤 孟学士之慈宗 紫殿青霜 王将军之武库 家军坐载 陆出明驱 童子合之 攻逢圣剑 时为九月 叙暑三秋 辽水尽而寒谈清 烟光宁而目山子 眼参飞于上路 仿风景于重阿 林弟子之常州 北仙人之旧馆 藤鸾耸脆 尚出重销 飞阁流丹 下林无地 贺厅府主 穷岛屿之迎回 跪殿蓝宫 及钢鸾之体室 披秀踏 府雕蒙 山园旷其迎室 穿泽淤其害主 驴岩铺地 中鸣鼎石之家 葛剑弥金 清雀黄龙之主 云霄雨季 彩彻屈明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 想穷彭黎之宾 艳震惊寒 声断恒阳之谱 摇金府唱 一星传飞 爽赖发而清风生 倩歌宁儿白云厄 虽原绿竹 气灵彭泽之尊 夜水诸华 光照临川之笔 四美聚 二难病 穷地免于中天 急于犹豫辖日 天高地炯 绝宇宙之无穷 兴尽悲来 时盈须之有数 望长安于日下 目无晦于云间 地势急而难明深 天柱高而北沉远 观山南岳 水悲湿路之人 萍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 怀地昏而不见 凤轩是已何年 皆呼 时运不齐 命途多船 逢唐易老 李广南风 驱甲易于长沙 非无圣主 篡梁红于海区 启伐名时 所赖君子见机 达人之命 老当义壮 宁宜白首之心 穷且易奸 不坠青云之志 浊贪泉而绝爽 处何者已游欢 北海虽奢 扶摇可接 冬于已逝 桑于飞晚 梦长高杰 空于报国之情 软极猖狂 启笑穷途之枯 博 三尺威命 一介书生 无路请英 等忠君之若冠 有怀头笔 目宗雀之长风 舍三户于百灵 奉尘昏于万里 非谢家之宝树 皆梦逝之方林 他日驱亭 刀陪礼队 金姿捧妹 喜托龙门 杨逸不逢 抚陵云而自息 中期祭遇 奏流水已何残 呜呼 圣地不长 圣言难在 蓝亭已矣 此则秋虚 临别赠言 姓承恩于伟见 登高作父 誓所望于群功 赶节笔怀 公输短隐 一言君父 四韵俱成 情洒潘江 各倾陆海云尔 藤王高格林江竹 佩玉鸣鸾鸭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 株莲木卷西山语 闲云潭影日悠悠 雾唤星仪几度秋 阁中弟子金何在 剑外长江空自流 马说 寒玉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故虽有名马 只辱于奴隶人之手 偏死于曹历之间 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 一时或尽速一旦 时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时也 是马也 虽有千里之能 时不保 力不足 财美不外见 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 側之不以其道 时之不能尽其才 明之而不能通其意 直側而临之 曰 天下无马 呜呼 其真无马邪 其真不知马也 出师表 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且终崩俗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毕 此成危及存亡之秋也 然是未知臣不屑于内 忠至之势妄身于外者 盖追先帝之疏欲 欲报之于陛下也 成宜开张盛听 以光先帝宜得 辉弘至世之气 不宜妄自菲薄 隐欲失忆 以赛中见之路 宫中辅中 聚为一体 制伐赃否 不宜一同 若有坐监犯科及为中善者 宜富有思论其行赏 以招陛下平民之理 不宜偏思 使内外一法也 室中是朗郭忧之 费义 董云等 此劫粮食 至律忠纯 是以先帝剑拔以以陛下 予以为宫中之事 事无大小 稀以资之 然后施行 必能必捕雀露 有所广义 将军相宠 性行输军 小畅军事 适用于昔日 先帝称之曰能 是以仲义举宠为都 予以为营中之事 稀以资之 必能使行政和睦 忧烈的所 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青腿也 先帝在时 眉宇臣论此事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还 灵也 世中 尚书 常使 参君 此夕真良死结之臣 愿陛下亲之信之 则汉氏之龙 可继日而呆也 臣本不一 功耕于南洋 苟权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尾自网驱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资臣以当事之事 由是感激 遂许先帝已驱迟 后职亲父 受任于拜君之计 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又一年已 先帝之臣谨慎 故临邦继臣以大事也 授命以来 素叶忧叹 恐托父不孝 以伤先帝之名 故五岳杜鲁 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 当蒋律三军 北定中原 数捷奴顿 嚷除奸凶 兴富汉氏 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 而中陛下之之分也 至于斟酌损义 近近中言 则优之 医允之刃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 兴富之孝 不孝则至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 则则幽之 依允之慢 以章其咎 陛下意宜自谋 以咨询邹善道 查纳雅言 深追先帝一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 林表涕灵 不知所言 于我所欲也 孟子 于 我所欲也 雄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 亦我所欲也 亦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畏狗的也 死亦我所恶 所恶有甚于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 则凡可以得生者和不用也 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 则凡可以辟患者和不为也 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 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能勿丧而 亦单时 一斗羹 得之则生 福得则死 忽耳而语之 行道之人福寿 促耳而语之 其人不屑也 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 万中与我何加焉 为公事之美 妻妾之凤 所食穷罚者得我于 相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公事之美为之 相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妻妻之凤为之 相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所食穷罚者得我而为之 是亦不可以以乎 此之为施其本心 劝学寻子 君子曰 学不可以以 清 取之于蓝而清于蓝 冰 水为之而寒于水 目之终生 柔以为伦 齐驱终归 虽有搞报 不负停者 柔使之然也 故目受绳则职 今就立则立 君子博学而日参圣忽己 则知名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 不临身兮 不知的之后也 不闻先王之遗言 不知学问之大也 无常终日而思矣 不如虚于之所学也 无常弃而妄矣 不如登高之伯见也 登高而昭 必非家长也 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 生非家吉也 而闻者张 甲于马者 非立足也 而至千里 甲州吉者 非能水也 而觉江河 君子生非易也 善甲于物也 积土成山 风雨兴烟 积水成渊 蛟龙生烟 积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 圣心被烟 故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奇迹一跃 不能拾步 奴马拾驾 功在不舍 妾而舍之 朽目不折 妾而不舍 今时可漏 隐无爪牙之力 金骨之强 上石哀土 下隐黄泉 用心易也 谢六贵而二熬 非舍善之学 无可寄托者 用心造也 诗说 韩语 古之学者必有诗 诗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 熟能无惑 或而不从诗 其为惑也 终不解矣 生乎无前 其闻道也 故先乎无 无从而失之 生乎无后 其闻道也 亦先乎无 无从而失之 无师道也 夫拥之其年之 先后生于无乎 事故无贵无见 无掌无少 道之所存 失之所存也 皆乎 诗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 其出人也缘矣 由且从诗而问焉 今知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缘矣 而始学于诗 事故圣亦圣 亦亦予 圣人之所以为圣 亦人之所以为余 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 则诗而交之 于其身也 则此诗焉 或矣 圣人无常诗 孔子诗谈子 常红 诗香 老丹 谈子之徒 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 三人行 则必有我诗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诗 诗不必闲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如诗而已 曹贵论战 左丘明 十年春 其诗罚我 宫将战 曹贵请见 其香人曰 肉食者谋之 又何奸焉 贵曰 肉食者比 未能远谋 乃入见 问何以战 公曰 衣食所安 福感专也 必以分人 对曰 小惠未辩 民福从也 公曰 牺牲玉伯 福感家也 必以信 对曰 小信未福 神福福也 公曰 小大之御 虽不能查 必以情 对曰 中之属也 可以一战 战则请从 公语之城 战于长韶 公将谷之 贵曰 未可 其人三谷 贵曰 可以 其师拜祭 公将持之 贵曰 未可 下士其者 登士而望之 曰 可以 遂逐其师 即刻 公问其故 对曰 夫战 勇气也 一鼓作气 在而衰 三而劫 比劫我赢 顾克之 赴大国 南策也 具有福焉 无是其折乱 望其其迷 顾竹之 赤壁赴 苏氏 仁虚之秋 七月寄旺 苏子与克泛周 由于赤壁之下 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 举酒蜀客 宋明月之诗 歌窈窕之章 少烟 月初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 白鹿横江 水光皆天 纵一尾之所如 凌万寝之茫然 浩浩忽如逢虚欲封 而不知其所指 飘飘忽如一世独立 与话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 寇贤而歌之 歌曰 贵照兮兰奖 积空明兮素流光 渺渺兮于怀 望美人兮天一方 刻有吹动萧者 以歌而合之 其声乌乌然 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于音鸟鸟 不觉如履 五幽赫之前交 弃孤周之离父 苏子巧然 正今微坐而问客曰 何谓其然也 客曰 月明兴兮 乌雀南非 此非曹梦德之师乎 希望下口 东望武昌 山川相谋 欲呼苍苍 此非梦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方其破荆州 下江陵 顺流而东也 竹炉千里 荆其碧空 诗酒临江 横朔赴诗 故一世之雄也 而今安再再 旷无于子于乔 于江主之上 屡于虾而有迷路 驾夷夜之偏周 举袍尊以相属 既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宿 哀无生之虚于 陷长江之无穷 邪非先已遨游 报明月而常中 知不可忽咒德 托以响于悲风 苏子曰 可亦之夫水于月乎 誓者如思 而未常亡也 迎虚者如彼 而醋莫消长也 盖江自其辩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顺 自其不辩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献乎 且夫天地之间 物各有主 苟非无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 唯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而得之而为生 目与之而成色 取之无尽 用之不竭 使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无与子之所共事 客喜而笑 喜展更拙 遥和寂静 背盘狼藉 相予枕戒呼舟中 不知东方之寄白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 藤子经者守八陵郡 岳明年 正通人和 百废巨星 乃重修岳阳楼 增其旧至 刻唐贤金人师赋于其上 蜀语作文以寄之 宇官夫八陵盛壮 在洞庭一湖 闲远山 吞长江 浩浩商商 横无济涯 昭灰西音 气象万千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前人之树被矣 然则北通乌霞 南极萧香 千客骚人 多惠于此 懒悟之情 北无一呼 若福隐语飞飞 连月不开 阴风怒号 灼浪排空 日星引药 山月前行 商旅步行 强倾急催 薄目鸣鸣 虎啸圆蹄 登丝楼也 则有去国怀乡 悠缠未及 满目萧然 感激而悲者已 智若春河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臂万寝 沙欧祥吉 锦临游勇 暗指听蓝 郁郁清清 而获长烟一空 浩月千里 浮光月今 静影陈碧 于歌护达 此乐何己 登丝楼也 则有心旷神怡 宠辱邪望 把酒临风 其喜洋洋者已 皆夫 与长求古人人之心 或以二者之为 何哉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 楚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誓尽亦忧 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焉 其必曰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一 威斯人 无水与归 逍遥游 庄子 北鸣有鱼 其鸣为鲲 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 其鸣为鹏 鹏之辈 不知其几千里也 鹿而飞 其易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 海运则将喜于南鸣 南鸣者 天池也 其鸣者 至怪者也 鸣之言曰 彭之喜于南鸣也 水鸡三千里 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马也 尘埃也 生物之以西相吹也 天之苍苍 其正色鸣 其远而无所至极鸣 其是下也 亦若是则已已 且复水之鸡也不厚 则其复大舟也无力 复杯水于奥塘之上 则戒为之舟 至杯烟则骄 水浅而舟大也 封之鸡也不厚 则其复大意也无力 故九万里则封思在下矣 而后乃今陪封 背负青天而莫之妖恶者 而后乃今将图南 调语学究孝之曰 我决起而飞 抢于方 实则不至而空余的而以以 西以之九万里而难为 是莽苍者 三餐而返 富有果然 是百里者 素冲良 是千里者 三月巨良 之二重又何之 小之不及大之 小年不及大年 西以之其然也 朝君不知惠朔 惠孤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 处之南有明灵者 以五百岁为春 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春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 众人匹之 不亦卑乎 汤之问及也是以 穷发之北 有明海者 天之也 有余烟 其广数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 其名为昆 有鸟烟 其名为彭 备若泰山 亦若垂天之云 团扶摇阳角而上者 九万里 绝云气 赴青天 然后图南 且是南明也 赤燕孝之曰 彼且昔是也 我腾月而上 不过树刃而下 翱翔彭蒿之间 此亦非之至也 而彼且昔是也 此小大之便也 故夫之孝一官 行彼一乡 得和一君 而止亦国者 其自是也 亦若此矣 而宋荣子犹然孝之 且举誓而欲之而不加劝 举誓而非之而不加举 定乎内外之分 便乎荣辱之境 思矣矣 比其余誓 未数数然也 虽然 有有未数也 夫列子欲丰而行 凌然善也 寻有五日而后返 彼于至福者 未数数然也 此虽免忽行 有有所呆者也 若福成天地之正 而欲六气之便 已犹无穷者 彼且恶乎呆哉 故曰 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孟子 顺发于全母之中 附说举于板柱之间 交力举于于言之中 管宜无举于事 孙书敖举于海 百里昔举于事 顾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曾义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 困于心恒于律 而后坐 争于色发于生 而后遇 入则无法加服事 出则无敌 国外患者 国恒王 然后之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 陈请表 李密 陈密言 陈以显信 速遭敏凶 生孩六月 慈父健辈 行年四岁 就夺母志 祖母刘敏辰 孤若 公亲抚养 陈少多疾病 九岁不行 凌丁孤苦 至于成立 既无博书 忠仙兄弟 门衰坐薄 晚有儿息 外无欺 公强进之亲 内无硬门 无耻之状 穷穷竭力 形影相调 而刘宿因疾病 常在床入 陈氏汤药 未曾废离 歹奉圣朝 沐浴清化 前太守陈奎查陈孝莲 后刺使陈戎 举陈秀才 陈以公养无主 慈不复命 赵书特下 拜陈郎中 寻蒙国恩 除陈洗马 唯以威贱 当是东宫 非陈云首 所能上报 陈俱以表文 慈不就职 赵书切俊 则陈不慢 俊见逼迫 催陈上道 周思临门 急于兴火 陈欲奉赵奔驰 则留病日读 欲苟顺思情 则告诉不许 陈之进退 时为狼狈 浮为圣朝以孝至天下 凡在故老 游蒙金玉 旷臣孤苦 特为尤慎 且臣少是尾朝 立直狼鼠 本徒换达 不禁明杰 今臣亡国建福 至微至漏 过蒙拔拙 宠命幽沃 岂敢盘缓 有所稀妓 但已留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 人命危浅 朝不律西 臣无祖母 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 无以忠于年 母 孙二人 更相为命 是以区区不能废圆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今年九十有六 使臣尽劫于陛下之日常 抱养流之日短也 乌鸟思情 愿起忠养 臣之辛苦 非独鼠之人士 及二周穆伯所见明之 黄天厚土 十所共见 愿陛下今敏于成 听臣微致 树留侥幸 饱促于年 臣生当云首 死当劫草 臣不胜全马不具之情 谨拜表以闻 木兰子 汉岳府 姬姬复姬姬 木兰当户之 不闻姬柱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意 昨夜见军帖 可汗大典兵 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长兄 愿位是安马 从此替爷争 东是买骏马 西是买安奸 南是买配头 北是买长边 但此爷娘去 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换女生 但闻黄河流水明渐渐 但此黄河去 目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换女生 但闻燕山胡其明啾啾 万里复荣基 观山渡若飞 朔气传金拓 韩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 壮世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 天子做明堂 策勋十二转 赏赐百千强 可汗问所欲 木兰不用上书郎 愿持千里足 宋儿还故乡 爷娘文女来 出锅相符江 阿子文妹来 当护理红妆 小弟文子来 磨刀霍霍像朱阳 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石袍 助我救时长 当窗里云病 对镜贴花黄 出门看伙伴 伙伴皆精芒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熊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双兔棒递走 安能便我是熊子 三峡 立道远 自三峡七百里中 两岸连山 略无雀处 众言蝶杖 隐天蔽日 自飞亭五夜分 不见西月 至于下水相灵 严肃阻绝 或亡命极宣 有时朝发白地 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 虽成奔玉峰 不已及也 春冬之时 则速湍绿潭 回青道影 绝眼多生怪百 玄泉瀑布 飞树其间 清容俊茂 良多趣味 美至清初双淡 凌寒见素 常有高原长效 鼠隐七亿 空谷传响 哀转九绝 故语者歌曰 八东三峡乌峡长 原名三生类沾长 继承天四夜游 苏氏 原封六年十月十二日夜 解衣欲睡 月色入户 欣然起行 念无语为乐者 遂至承天四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 相语不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 水中早兴交恒 盖竹白营也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白 但少闲人如无两人折耳 阿旁公父 杜牧 六王碧 四海溢 属山雾 阿房出 覆压三百余里 隔离天日 离山北垢 而西折 直走咸阳 二川荣荣 流入宫墙 五步一楼 十步一格 狼腰慢回 眼崖高拙 各报地势 勾心斗角 盘盘烟 群群烟 风房水窝 触不知其几千万落 长桥沃波 未云何龙 腹道横空 不计何红 高低鸣弥 不知西东 歌台暖响 春光融融 五殿冷秀 风雨漆漆 一日之内 一宫之间 而气候不齐 非贫应强 王子皇孙 慈楼下殿 碾来于秦 朝歌夜贤 魏秦工人 明星盈盈 开庄静也 绿云扰扰 书小桓也 魏柳掌溺 弃之水也 烟邪雾横 焚焦兰也 雷霆乍惊 公车过也 陆路远听 咬不知其所知也 一激一荣 近太极言 慢力远世 而望兴焉 有不得见者 三十六年 燕照之收藏 韩魏之精盈 齐楚之精英 几世几年 飘掠其人 以蝶如山 一旦不能有 输来其间 鼎当玉石 金块朱力 弃至李矣 秦人是之 亦不甚息 皆呼 一人之心 千万人之心也 秦爱分奢 人意念其家 奈何取之禁资诛 用之如泥沙 使腹洞之柱 多于南母之农夫 驾梁之船 多于基上之公女 钉头麟麟 多于载语之肃力 瓦奉参丝 多于周身之伯吕 直蓝横剑 多于九土之成锅 管贤欧雅 多于世人之言语 使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 独夫之心 日益交固 数促教 韩古举 楚人一句 可怜交图 呜呼 灭六国者六国也 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 非天下也 皆呼 使六国各爱其人 则足以俱秦 使秦父爱六国之人 则第三世可置万世而为君 谁得而足灭也 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小诗谈记柳宗园 从小秋夕行百二十步 隔黄竹 闻水生 如名配还 心恶之 法主取道 下见小坛 水游清烈 全时已为底 近暗 卷时底已出 为底 为雨 为战 为岩 青树脆慢 蒙落摇坠 参丝披伏 潭中鱼可摆许头 皆若空游无所依 日光下彻 影步时尚 已然不动 触而远逝 往来西乎 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 斗者蛇行 明灭可见 其暗示犬牙岔户 不可知其缘 座坛上 四面竹树环河 寂寥无人 七神寒谷 敲创幽碎 以其静过清 不可久居 乃寄之而去 同游者 五五陵 公谷 于帝宗玄 立而从者 崔氏二小生 约树极 约凤一 宋东阳马生叙 宋连 于幼时即逝学 家贫 无从智书已观 美甲介于藏书之家 首字笔录 继日已还 天大寒 宴兵间 手指不可屈身 扶之待 陆壁 走宋之 不敢烧于曰 以示人多以书甲鱼 鱼因得便观群书 既家观 义目圣贤之道 又患无厌师名人羽游 长驱百里外 从乡之仙达 直经叩问 仙达得龙妄尊 门人弟子田其事 未常烧降辞色 于立是左右 圆宜至里 俯身轻耳以请 或欲其赤多 色欲公 礼欲至 不敢出一言以赴 似其心悦 则又请焉 故于虽于 促获有所闻 当于知从师也 父妾夜喜行 深山聚谷中 穷冬裂峰 大雪深树齿 足复军裂而不知 智舍 四肢将尽不能动 应人池汤卧冠 以亲拥妇 久而乃何 欲逆旅 主人日在时 无仙肥滋味之响 同舍生皆被启秀 戴朱英宝氏之帽 腰白玉之环 左配刀 右背容臭 阅然若神人 于则运袍必依处其间 略无目焰异 以中有足乐者 不知口体之凤不若人也 盖于知晴且奸若子